我国北部边境走私勾当猖狂 吉兰丹国内贸易和生活成本局边境执法 发现了两辆满载食用油的罗里 一举充公车内19,550公斤 市值5万令吉的走私食用油 也义柄逮捕四名涉嫌充当运输员的走私分子 吉兰丹内贸局局长阿兹曼指出 走私分子通常误以为执法机关 在水在季节变得松懈 但是这种想法完全不正确 这批受管制货物原本是要被不法分子走私到泰国 当局在两次行动中逮捕了四个人 并申请延后三天 并且在1961年《供应控制法》下接受调查 都在1961年《供应控制法》下纸 特異斯的供应控制法 是非有挑战的 官司的《供应控制法》下 vuel